原本肥沃的土壤因为旱灾军裂 大地一片荒芜 位在印度西南部的马哈拉舌特拉邦 曾经是印度最富有的地区 但整个印度从2007年开始 每年的降雨量都低于平均值 已经连续三年旱灾 印度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作物枯萎 深处死亡 水库 家庭及工业用水干涸 火力及水力发电厂 也面临停摆危机 四处都可以看到 人民在酷热阳光之下 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只是为了要取水 一节又一节的货运火车 将水运送到严重干旱的 马拉斯沃德地区 但运送的水量仍然太少 根本满足不了 这里高达19万人口的一半 火车的运输也有地理上的限制 仍然有许多的民众无水可用 在这一波干旱影响中 西南部的马拉斯沃德邦 泰罗加纳邦 卡纳塔卡邦 以及中部的中央邦 北方的本德尔坎德省 以及庞哲普省 都受到热浪的重创 截至四月底 有3.3亿人 占全口总人口数 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民受灾 更令人担忧的是 缺水问题在两个月后 可能会更加恶化 因为夏天气温将会飙升到 摄氏40度以上 高温将会加速蒸发水库的储水总量 事实上 印度大部分的村庄和城镇 早已经在好几个月前就停水 有些甚至已经停水长达两年 当水车一抵达 民众立刻一涌而上 短短15分钟内 一万两千公升的水 就被抽干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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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漢對農業的重創也造成農夫自殺率的倍增 許多靠天吃飯的農夫因為無力償還債務的龐大經濟 以及精神壓力而自殺 在馬拉斯沃德邦 當地農夫已經連續四年無法收成任何作物 只能祈祷今年會有豐沛季風雨量的氣象預報能夠成真 印度人口佔全世界百分之十七 但只有全球總額百分之四的雨水可以使用 根據長期投入水資源保護的運動者表示 馬哈拉舌特拉邦的水資源 危機越來越明顯 尤其是去年季風並沒有如期帶來足夠的雨量 政府當局也未能及早採取行動 抑制高度用水量的產業 像是啤酒或是製糖液 而甘漢地區這堂作物迅速擴張 糖廠將水庫原本作為飲用水的水量抽乾 也是加速旱災的原因之一 如果印度政府去年就採取行動保留飲用水 問題根本就不會像現在如此嚴重 國家政府現在提出限制甘蔗種植政策 但農夫都不願意去種植其他像是棉花 大豆等價值較低的作物 政府同時也提出在馬拉斯沃德地區建立新糖廠的五年禁令 強制使用水資源保存滴水灌溉系統 現在當地的水庫只有總容量的3% 政府派出4000多輛的水車去支援7862個村落級城鎮 動用比2015年的人力還要多三倍的團隊 氣候變遷以及人口成長 為印度稀少的水資源帶來更大的壓力 政府當局則從保育、水域管理、島嶺河流 以及促進灌溉設施等面向著手 希望可以透過更有效的水資源利用 來解決這次的乾旱危機 記者阿倫 讀喜 林柏宏 編譯 請大列 編譯 可駕瘯 在莫名管理、島嶺河流 及前市充施 心裡 小舟 馬尾 用